骨盆前倾是指骨盆向前病态的偏移 造成腰椎不正常的生理前途 最明显的症状是挺肚子撅屁股 骨盆前倾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 导致采奥机和骨四头机缩短和过分的紧张 一直拉着骨盆前旋 但是腹直肌 臀大肌和国神肌 由于被拉长而力量太弱 不能向后拉住盆骨 最终导致骨盆前倾 骨盆前倾时 宽杆节前驱 这使身体重心向前移动 身体为了维持重心会选择伸展腰椎 变大腰椎曲度 所以导致素脊肌也会过分紧张 形成骨盆前倾的习惯 有以下几个 一 习惯性塌腰脱背的人群 日常错误坐姿 导致骨盆周围肌肉失衡 久而久之就出现骨盆前倾 而长期久坐人群 例如上班族司机 这些人由于久坐导致桥肌紧张 而导致骨盆前倾 三 长期穿高跟鞋或啤酒度人群 由于重心向前移动 将身体拉向前方 导致腰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 引发腰肌老损的同时出现骨盆前倾 骨盆前倾的危害主要有两点 一 破坏身体曲线 盆骨变形 小腹凸起 臀部横向发展出现臀部下垂 二 导致腰椎曲度变大 做深蹲一拉等动作时 腰椎受力过大 从而导致腰痛 这里提供骨盆前倾的一个简单自测 身体放松 贴紧墙壁站立 使臀部和背部贴在墙上 此时 如果腰部只能平放一个手掌 就说明棚骨位置正常 如果能放入一个拳头 那就说明有明显的骨盆前倾情况 骨盆前倾的康复训练 包括拉伸和加强两个部分 首先放松紧张和缩短肌肉 抢腰肌拉伸 身体公部站立 前脚躺在高台上 臀部向前推 缓慢下沉 当感觉腹骨勾身处肌肉有疼痛感时 保持这个姿势30秒 做两种 股四头肌拉伸 身体扶我趴在地上 一只手弯曲支撑身体 弯曲对侧的膝盖 用一只手缓慢用力弯曲膝盖 当大腿前侧肌肉出现疼痛感时 保持这个姿势30秒 然后换另一侧腿 做两种 肃腿肌拉伸 采用跪姿 身体俯身躯宽屈膝 臀部向后坐 当臀部坐在双脚趾上 此时 缓慢向下弯曲身体 当腰部出现拉伸感时 保持30秒 手臂可以向前伸出 支撑身体 做两种 其次 采用以下三个动作 加强薄弱的肌肉 第一个动作 仰卧臀桥 加强臀大肌的力量 身体平躺 膝盖弯曲抬起臀部 收紧臀部时 转动骨盆 注意不要拱起腰部 然后缓慢旋转骨盆 直到身体落下 每组做12个 做3组 第二个动作 平板支撑 加强腹部核心肌肉力量 双臂曲肘 握拳撑地 双脚打开 将腹部肌肉收紧 微微上抬身体 收紧臀肌 骨盆向前旋转 注意腰背挺直 每组坚持到力竭时间 做两组 第三个动作 俯身哑铃腿弯举 加强国伸肌力量 身体趴在地面上 手臂弯曲支撑地面 弯曲膝盖 双脚夹筋抑制牙铃 缓慢下放牙铃 当牙铃快要进地面时 国伸肌用力 弯曲膝盖 拉起牙铃 每组做15个 做两组 以上就是 骨盆前旋的改善训练 大家有问题 欢迎评论留言 拜拜 拜拜